我想最近很多朝野大家都一致 认为说这个超增的部分 4500亿以上 因为到11月底就已经 我们的整个税收已经达到3兆以上 那很多朝野都几乎一致要求 就是还税于民 那阮部长你有什么看法 这一部分其实在昨天的委员会当中 我已经充分的说明了 基本上这个议题 就是行政院已经 苏院长已经充明确的指示相关的部会 要沿拟这个纾困的相关的方案 还有就是振兴经济的一些方案 那么现在在会整当中 那任何的相关的意见 我们都会纳入通盘的考量 还税于民 我认为其实不是光只有我们这里 你包括新加坡邻近的国家 他们只要超增其实都有在做 而且再让老百姓不能接受 你就是花消费券 因为大家都一致认为说 你干脆就花现金就好了 然后你就一定规定 一定会得要花消费券不可 而且消费券里面的行政成本 花那么多几十亿 那都浪费掉 所以说我认为还税于民 这是正道 而且你超增你本来就是 我又提过了嘛 一个公司 我们全民就是公司的股东 那你超增当然你 站在整个上市贵公司的立场 对不对他有鼓励股息啊 你就花还给大家 因为你所有挣来的税也是全民所缴的啊 对不对 跟委员报告啦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实证数超过预算数 其实只是估算的问题啦 因为在预算到执行的时候 大概有一段时间 那你年年超增啊 不是今天而已啊 但是超增我们是基本上过去的做法 实用在减少这个发债 还债 还债 实际上你还了多少 对不对 我要你把统计数据拿出来 里面也没有 再次 我简单的讲 那你就列入税期剩余 对不对 我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从107年到去年为止 我们实际上还债的5227亿 这个是实质还债 以前还债都是通常都举新债还旧债 那这一次呢是实质还债 5000多亿 那我请教 我们从头到尾 从蔡英文上任到现在为止 我们超增的整个实际上超增的费用 所以税收有多少 这个还要再算 每一个每一年度都不太一样 去年4000多亿 去年4500亿以上 再加上千钱的 对不对 年年几乎都是超增 这几年的确是说 是超增的没有错 的确是比预算数高 但是这个是估算的问题 我想各国都有同样的状况 那个我认为 取自于民用自于民 那你当然你超增 你就是应该要 这个花还给所有普罗大众 这是很多老百姓 尤其这段时间我们都知道 很多物价都上涨 经济状况比过去更差 他们苦哈哈哈哈的一群 那我认为说站在政府的立场 还税移民这很正当啊 对不对 我是希望 短部长 我认为你蛮有gas的 而且你讲话 比较真诚 那你认为这个超增的 站在 财政部的立场 你们认为 是不是 要就是 还税于民 这一部分我想 就是由 这个相关部会 就通行的考量 就考量 因为第一个要考虑到 就是说要有相关的 这个裁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程序上也要透过预算的程序 还有这个特别法的规定 这个东西大家要有共识 立法院 已经啊 这个马上要修会 1月13号 时间很短 那 其实 要不要做一个决定 你要让全民了解 那你不要说拖拉拉拉 然后 又又讲说 这个是病入税季剩余 结果你后续也没有交代 我就特别提到说 这个 租金的补贴 你7月1号宣布 编300亿 那300亿 其实 那个时间上 你拖到年底 这个其实也没有申请完拉 然后 你为什么不前年 来编 为什么要选举的时候来编 所以他税季剩余 本期就质疑说 变成 執政党的小金库 对不对 刚刚委员报告啦 就是说 这个税季剩余那部分 就是他 不会是小金库 因为他还是要列为就是 第二 以后年度的 年度但是你没有经过立法院啊 在审议啊 没有经过三讀啊 会会 因为只要他列入 列入第二年度 或者是以后年度的预算 一定要经过 经过大院的同意才可以 通过才可以 你等于是有一点齁 就是 先斩后奏啦 对不对 这个齁 变成你们的小金库 其实 这是不通的啦 我是希望说 一切一规定 照程序 是当然 一定是依法来办 但是刚才委员特别提醒 就是说 这个案子到底要怎么做 我相信 很明确的 让老百姓知道 会让外界 老百姓是对你 那个发教会 劝大家是很晚谈 因为你花了几十亿 那个根本就是浪位掉 你那几十亿可以 那些贫困的 需要帮助的 你看 对他们是多帮 多有帮助啊 对不对 结果你把它用在行政会用 很多人来打问号 这个里面 是不是有 有特别图利嘛 那些人 了解委员的意见 好不好 谢谢